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叫法剧经 其实没有一个 就是说法剧经它不像我们其他读的经 好像就是说它是某一个时间 然后某一个场合 然后释迦牟尼佛 我们的世尊针对某一个议题 某一个想法 然后进行的一场演说 或者说我们说是课堂 这样譬如说像这个法华经 那就是在我们大约可以推算的出来是在大概在世尊的 大概什么年纪的时候 在灵灸山上 他做了最后一场大圣佛法的总结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经就一定会有像我们讲的那个六成旧 他就会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 然后与会者有谁谁谁谁谁 通常的架构会是这样 那一时当然就是他不会确定的讲说哪一年几月几号 因为那个时候的历法跟我们也不一样 所以他也没有要特别去讲有关于历史的事情 因为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他天马行风有很多时空上的一种交错 但是他要提醒的就是说在任何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个时间的感受在那里 就是说某个时间某一天某一天 那就像我们的约定每个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半这样子的意思 那在某个地方他一定有个地点 那参与的人人是谁 参与的人有哪些那个场面是什么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场演讲他的主要目的 那佛陀不会直接的讲出来说 我们今天要来上什么什么课 不像我们这个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那个数学课数学老师来了 礼拜三的早上第二节数学课 你没看课表就知道 然后数学老师走进来 数学老师就会说 各位同学我们经常来上什么音试分解 我们一般上课我们会习惯的事情是这样 或者是我们去听一个演讲 我们去听一个演讲 那当我们还没有去之前 这个演讲发布消息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已经知道这个演讲的题目是什么 讲者是谁 那所以当然讲者一开场一定会说 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要来讨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但佛陀不是 佛陀上课不是这样 佛陀上课你知道参加的人最主要的 我们讲活生生的人 我们不要讲那些一起来的天龙巴布拉 或者是菩萨众或者是他方来的佛 这些来做客的 主要的那些 主要我们知道他一直对着他的学生讲 那对着学生讲 而且他们也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这种体制系的学校 我们可以想象的就像一个师俗一样 那所以就是以当时今天的心情 老师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什么 或者是其中有某一个比较优秀的学长 他率先提了一个问题 他率先提了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最有名的就是我们讲这个金刚经 那金刚经他的场景写得非常的清楚 对不对 就是他们在哪里 而且他们他还要写上课之前 然后他们先出门去脱波 脱完波之后回来把饭吃完 然后碗洗好脚洗好 然后住下 他那个场景形容得非常的仔细 那请各位 我们在读这个佛经的时候 一定要带着 我们讲说 每次我在提醒大家 佛陀每次都会讲说 OK 我现在要跟你说了 那你要替听替听 就是说你要仔细听 但是大家要注意后面还有一句 什么 善思念之 就是说 你不但是要听 而且你要用你自己的想法去推敲 你不能只听 你还要想 所以我们常常 我们常常要提醒大家 说我们在念佛经的时候 我们不时的要提醒自己去提一个问号 好提一个问号 虽然我们今天不是要讲金刚经号 但是我以金刚经当例子就说 比如说金刚经啊 那那他讲的这么仔细 对不对 他他从他从他们他们出去脱波 然后依序就跟你讲 大概那个画面非常非常的清楚 交代的非常清楚 那我们心中就不禁要问说 怎么那么啰嗦啊 怎么为什么要讲那么清楚 怎么为什么要铺陈那么清楚 对不对 好 那这个跟我们看这个好莱坞电影不太一样 我们看好莱坞电影007也好 这个不可能任务也好 通常啊 他一开场的时候就会有一段情节 是开场 那其实这个开场跟后面的故事 可能不太有关系 只是让大家集中注意力 好金刚经他在讲这个过程 他回来讲到洗脚 讲到坐下来好好听 这中间的铺陈绝对是要呼应 后面佛陀所要讲的般若空性的东西 他对应到这些日常生活 他对应的是这个东西 好就是说你你以为你以为我都没有在讲佛法的时候 其实佛法都处处 在在处处时时刻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铺成这样 那我们在法华经也好 我们在呃 比如说佛说观无量寿经也好 他的那种场景 他的开场 我们回想他都跟后面的故事是有关的 我这样子举例的意思是说 像这些经 所谓的这些经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长篇小说来看 就是说他是讲一个完整的 完整的一个一个一个现场 在讲 包括地藏经也是 地藏经一开始他就交代的很清楚 世尊在哪里讲法 他不是在灵鳩山 他也不是在奇数锦固独眼 他在哪里 他在刀立天 他在刀立天为谁说法 他在为他妈妈说法 所以听众是谁 听众就不会是那些比丘 听众是谁 听众是那些天人 刀立天的那些天人 他妈妈的朋友 好 很有趣喔 那地藏经开场的时候 他就讲得很清楚说 佛在刀立天为母说法 但是呢 妈妈还没出场 摩耶夫人都还没有出场 来了一堆什么 地藏菩萨的分身 很有趣的 我们看佛经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看 好 回来讲法句经 法句经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本 它就是一句一句一句的什么 就是警示名言 我们可以这样讲 经句或者是说心灵鸡汤 或是警示名言 那这些名言绝对不是佛陀 在某一天一条一条讲出来的 他是在不同的时候 发了一个感慨 不是说他在某一天上课的时候 就做了一个结论 不是某天上课他可能刚好讲到 讲到这个众生平等 于是他就讲了一句 有关于众生平等的话 在某一堂课他讲到了因缘果报 他讲到恶与恶报 所以他就下了一个断语 他下了一个结语说 你要知道你做坏事的话 那些坏的运气就像是什么什么样跟着你 这些话不是在某一个时刻 在某一个地方讲出来的 所以他是后来的人去把它整理出来的 这样可以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所以整理的版本就各有不同 对不对 因为就像我们这个法谷山系统 我们大家都知道圣言师父有108字在语 108字在语已经出到第几本了 远远超过108句了 还是叫108 为什么108烦恼 我们这108是有一种有象征意义的数字 所以我们不会真的去数他有几条 他有几条 所以法聚经就类似像这样子的 我们开始上课的时候也跟大家介绍过了 但是这样 首先第一个法聚经有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在不同的集结版本会有不同的 不同的内容 所以我们现在流传到现在 现在后来的人再去把它收集起来 它必然有不同 所以各位我们第一个就是我希望大家 因为在座有很多朋友 可能你是很轻松的来听故事 但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是非常精进的 他会追根究底 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再一次的跟大家讲清楚 好 那所以你去找寻这个法聚经 你光是搜寻法聚经 他就会有非常多不同的版本 好 那接着我们先来讲故事集这件事 好 故事集 那当然这些故事 我们以为我们以前都会有我啦 我以前还没有信佛之前 我都以为那个是后来为了要讲解佛法的人 去编出来的故事 好 那后来我们慢慢的发现呢 不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你看你看法华经你就发现 在整部整套的法华经里面 佛陀就说了多少故事 佛陀说很多故事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亏见这位老师是一个非常喜欢用故事来带领大家的心去走一片他要带领的一个领域 所以他不是直接跟你讲说啊你要诚实啦你要孝顺啦你要不是他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那你带着你从这个故事呢去思考你从这个故事里面可以获得什么东西 OK 这是佛陀上课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好了 那么后来的人呢就会把这些故事单独的抓出来讲 单独抓出来讲 好那这里一篇故事那里一篇故事 就就有人去把这些故事想办法要去集结起来 可是又很困难去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性 就佛陀在讲故事的时候 他可能在上个礼拜在某个地方讲了第一篇故事 他可能下个礼拜在另外一个地方 就讲了第五篇故事 可是第一篇故事跟第五篇故事长得很像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在整理的过程当中 他是有困难的 那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有这样子的经验读过阿涵旗的经典 比如说我们讲阿涵长阿涵中阿涵 在阿涵旗的经典里面 佛陀在讲话的过程当中 他那个带进来故事的那个机会就更高了 就是他在每一次上课的时候他都会讲一些故事 那这些故事量非常非常大 好那我们现在就讲后代的人 后代的人他想要把这些非常有智慧的故事 把它集结成册 可是这中间有困难 因为故事跟故事之间我们找不到一个连串性 我们讲经这个sutra 这个sutra它有一个一罐 就是有一个线这样罐起来 如果没有办法串起来 我没有办法说它是经 对不对 因为它之间我们说那个短片故事 我没有办法找到他们之间的梗干的时候 我只能说这是王尔德的短片故事集 或是卡夫卡关短片故事集 我没有办法把它当作是一本经典 所以后来的人就很聪明 就讲说那好了 有两个没有办法串在一起的东西 一个就是这些警示名言 就是法剧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些故事 那这两个都我们找不到一个 串接的一个线的东西 我们把两个串起来 这样是不是 好棒棒 对不对 就刚刚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拿到的这本法剧经故事集 OK 所以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特别跟大家再一次讲 就是说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们心中会生起一个疑问是 这个故事跟这句法剧 我怎么觉得好像不怎么搭嘎 就是我硬要硬要凹硬要去搭配起来 我想也不用 我想故事归故事 法剧归法剧也是另外一种阅读的方法 OK 这样我交代清楚 另外一件事情要跟大家交代的是 因为刚好礼拜三就是前天 我在新庄我们社大上课的时候 有一位同学提出来一个问题 我觉得非常 我觉得非常赞 所以我现在提出来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我们就讲了一个 一个佛陀讲的故事 这个故事我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 那当然这个故事 我就讲好 就是这个故事就是 就是有一次鸽子飞来 然后被老鹰追嘛 然后鸽子就跟国王讲说 你救命啊救命啊 你要救我 那老鹰就冲过来讲说 你救了他那就让我饿死 你这样不公平吗 那国王就说 没关系啊 你肚子饿我可以给你别的肉 其实这个故事 哲学含义非常重 什么叫做 那你要救鸽子 那你用别人的肉 去换鸽子的肉 对 好 那那个老鹰就讲说 我不要别人的肉 除非你拿你的肉来换 所以这个国王就开始割肉给他 那怎么割怎么割都没有办法 一只这么小的鸽子 在天平的左边 那么他割下来的肉 永远都没有办法 跟这个鸽子一样种 所以他就 所以这个故事就 就好像我们从表面上看 就是说 你看一命换一命嘛 一命换一命 对不对 就是说你不可能用一块 跟鸽子一样种的肉 能够抵得过鸽子一条命 就是我们刚开始从表面上看到 这个故事的意涵是这样 好 那我现在要讲这个同学问的问题 好 那他就很不开心的 我们讲很不开心 就是很不舒服的 他就提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听这样子的故事 我知道不失 我知道慈悲很重要 但是我就没有办法 我不可能做到 用刀子去割我自己的肉 那你讲这样子的故事 我无从去效法起 我没有办法学 所以老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要听这样子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没有办法入我的心 就是他讲说 没有办法入我的心 因为他跟我没有关系 他跟我的行为没有关系 因为我不会像佛陀那一世 所扮演的国王这样子做 好 那他这个问题 让我觉得非常赞 因为我们提醒了 我觉得在今天的课程开始之前 我想要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故事这件事情 好 那既然故事 我们讲他叫做故事 好 那他就不是写实 那其实我们认真讲 有哪件事情是写实 就算我们在读历史 好 就算我们在看新闻 那也是都是经过 经过撰写的人的简选 和他的描绘 好 但是我们知道新闻 因为我们可以考察 所以我们至少 他不能写得太离谱 他不能写得太离谱 但是故事这件事情 他本来就带着虚构的 虚构的这个特色在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听 一个虚构的故事呢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人生 只过几十年 我们的生命经验 就这么的简单 其实讲起来是很狭隘的 我们有体会过的 我们有体会过的 喜怒哀乐爱恨情仇 就算加上你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他所发生的 他所经历的事情 但毕竟也都不足以 让我们去开拓我们的视野 然后去理解 这个人世间是什么 所以用故事的方法去挑起来 我们没有过的思维 所以这个故事一定要虚构 因为让我们觉得很安全 为什么很安全 因为他既然是虚构故事 那我就可以随时从故事里面跳出来 我可以随便 所以我就可以尽情的 我可以放心的 跟着这个故事的情节去走 你说老师 你讲这个我都懂 我也会看电视 所以我看哈利波特的时候 我不会觉得我必须要像他一样骑哨把在天上飞 可是那是电影 可是今天如果是佛教的故事 我就希望我从佛教的故事里面 直接的明明白白的得到一些教诲 或者是说他告诉我该怎么做 譬如说圣言师傅讲 你碰到事情 你要面对他 接受他 处理他 放下他 这个我能够很清楚的知道 四个步骤 你真的知道吗 但是没有关系 这就很贴合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刚刚那个同学讲的 这就可以入我的心 需要的不多 想要的很多 对不对 这个我都可以听得很懂 好那受苦受难 救苦救难是菩萨 受苦受难是大菩萨 经过有人解释我都可以懂 可是故事不是这样 故事我不要给你一个精确的唯一的解答 是要带动你去发现你自己 你自己在这个故事的流动当中 你的感觉出现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好总结的来讲 请大家一定要厘清这件事情 就是世尊所讲的故事 一样也是故事 既然是故事 他就是虚构的 既然是故事 他一定是迂回的 既然是故事 就不会在故事的里面 出现那种让我们可以遵守的 公民契约 就是我们讲的生活守则 没有 他不是要这样子说的 他要讲的故事 如果只是这样 那是太简单的故事 所以我们慢慢的读下去 我们会发现世尊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老师 他的故事深深浅浅各种都有 但是我先要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建立这样子的想法 就是你不要从你不要期望从这些故事里面 可以得到我该学谁怎么做 或者是我不要去像谁那样做 而是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会去察觉 我会不会也会有这样子的情绪跟情节跑出来 那原来人都会这样 那这个情绪跟情节 也许到目前为止还不构成我生命中的障碍 可是我知道 佛陀既然把他拿出来讲 他势必就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要小心 这样可以 好那我们大概就把故事和法剧经的结构 跟大家交代到这里 好哦 如果大家手上有书的话 那我们就请大家翻到68页来 那其实也不用书 因为那个内容我们都在这个荧幕上会出现 只是可能有些朋友 你习惯在书上做一些记号笔记什么的 所以我一定会跟你讲 我们现在讲到第几页 OK我们现在讲到的是第十八页 这68页的第一品 双品的第十三个故事 那我们看看 这个故事的法剧 它搭配的法剧呢 今世喜乐受 来世喜乐受 照作善业者两处喜乐受 你看是不是听想要唱唱儿歌一样 对不对 念以照善业心中更愉悦 去向善道时享受诸喜乐 这几句话非常的有趣 我们单看这个就很有趣了 为什么 因为他告诉你说 你今天受到的喜乐 你来世依然会做到 那照作善业的时候呢 在两处喜乐受 就是你在做的时候跟享受的时候 这两处是意思是说 这样说好了 就是说你感受到 你感受到非常快乐的时候 你会做很快乐的举动 你会造善业 他说念头已造善业的 心中就会起了喜悦 你的念头是起的造善业的念头 那么你的心就会很开心 那所以去向善道时享受诸喜乐 他在解释这个两处 这样可以吗 好 那我们看这个长老的翻译 他说今生快乐来生快乐 照作善业的人 今生与来世都快乐 我已经造下善业这个念头 使我们喜悦不佳 往生散去的时候 他们更加喜悦 我觉得这个翻译没有很好 就是不是往生 这个去向我觉得不见得是往生 就是你往这个善道的方向走的时候 在走的过程当中 就是一个开心的过程 所以他讲的这个两处就是 你在起心动念是开 是喜乐的 是善的 那么你自然而然就会感受到善 你就会感受到喜乐 然后你在做出这些善的举动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喜乐的结果 所以因跟果两个地方都是喜乐的 这样可以吗 我觉得这样子来讲会比较有趣 那倒过来就是倒过来 就是你如果起心动念是一个饿的 什么叫饿的 就是我们讲贪嗔痴慢疑 你起了一个贪的念头 你起了一个贪的念头 就是你动念的时候 你起了一个贪的念头的时候 这个念头一起来 其实你就产生不安 什么叫贪吗 就是不足吗 这样懂吗 我们讲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 你本来觉得 你本来觉得 这个我一时五缺 那我所享有的 我吃的东西也很 我想吃什么都可以吃什么 但是我只要我的贪念一起 那我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 我从来没有机会去吃 米其林三星的餐厅的餐 这样懂吗 就是你这个念头一起来 我们只要讲贪就好 我们都不要讲其他那种 很可怕的什么杀到阴望什么的 那当你的贪念一起来的时候 你心中的不安跟不平 就立刻产生 对不对 你这样可以懂 那相反的 相反的 当你在看 我们讲最简单的例子 最直接的 就刚刚昨天才发生的 昨天在网路上 有非常非常多人 在转po一段影片 有一个女孩 在荧幕前面哭得稀里哗啦的 说她没有听到刘德华的演唱会 她说 北杰怎么可以这样 然后怎么可以这样 我等了11年 好 我们请问你 当你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 你起了什么念头 你起什么念头 对不对 我们大家满心自问 你起了什么念头 那我们回头来看 这些一直在转po的人 他们是起了什么念头 我们大家起了什么念头 所以当你跟朋友在一起 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们是用什么方式在 在 在批评或是在指证或是在讲这个女孩子的行为 是不是 我只要讲这件事情 我想我们不用道破 好 一样 一样 就是我的念头一起来 起一个瘫的念头的时候 我马上觉得我的生命是不足的 不足的 所以当我一想到 为什么我没有 我从来没有吃过 他们所谓的米其林三星的 那个什么 比如说我的读书会的有一个场所是在 是在东湖 那么很多年前我们曾经去某一个某一个面馆聚餐 那就是有一群朋友同学就说 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面馆很好吃 很好吃 我们大家就去吃了 那是很好吃 可是我们当时就觉得说 那面好像有点贵 但是就聚餐 大家就 最主要是香聚 那我们也没有去吃他的 其他的菜 就是吃了很简单的东西 然后当时 你的朋友就跟我们讲 说 他们是有做一个桌菜 然后一桌多少钱 那我们当时就有感觉说 这样子一个面馆 他的设备 或者他能够容纳的 大概两桌 大概顶多二三十个人 那他会煮出什么样的菜 可以卖一桌这么多钱 我们大家就有个问号 就这事情就过了 那这家面馆就现在很有名 很有名 很有名 那就是 就你一个人需要吃八千块 这一类的 那 那 当你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你在想这件事情 是讲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我刚刚讲的 如果我是贪念 如果我是贪念 那我会觉得说 那我好想去吃一次 我好想去吃一次 其实很难定 于是我就开始焦躁不安 对不对 你看到没有 就是你只要一起来 我们讲的那个 恶心锁 你心里所带动的烦恼东西就跑出来 我只是举一个贪这件事情 那结果因为这个贪念造成了你心中的惶惶不安 而你要去平复你这个惶惶不安 你并不是回头来跟你自己讲说 其实我已经吃过很多好吃的东西 而且很OK的 那 我把这个贪念很快的就消泥掉了 那我就平安了 我就心安平安 如果你用的方法是 如果你用的方法是我这么惶惶不安 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满足我这个不安 所以我就想尽办法请人托人 想办法努力怎么样就可以定到这个餐厅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又造了一些恶业 对不对 就是你去勉强了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讲恶业不是说你真的去做坏事 而是你纠结这些事情 所以你整个过程是不会快乐 所以你真正有一天你坐下来吃 然后你吃了 你一直心中想说 为什么要花八千块吃这个东西 八千块我可以买多少东西 对不对 八千块我可以救助多少穷苦的人 你吃了你也不会觉得开心 所以一切一切都是从一个恶念头起来 我现在大概就这样讲 所以他告诉你说 为什么我们要去读这些善心所恶心所 那为什么佛陀要去解释说 我们怎么样 当我们慈悲喜舍的时候 我们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 我们本身是会长出欢喜喜乐的过程 那我们去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所造出来的善果也会让我们带来更多的喜乐 它是这样子的逻辑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看他的故事 他说社会城里面几孤独长者 我想在这个我们已经很认识他了 就不用再介绍 和这个毕色协两人都是佛教徒 也固定在家里供养很多的比丘 因为他们是有钱人嘛 长者 那这个毕色协家中的供养呢 由他的孙女负责 就是照顾啦 就煮饭了什么 而己孤独长者 则有首先 则首先由长女 接着由次女 最后由最小的女儿 休摩纳带威负责 好到这里 我必须要提醒大家 我们看故事看到这里的时候 你会讲 啰啰啰啰讲这些东西 好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要讲一件什么事 他要讲女人 他要讲女孩子 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 女性是比较没有机会 可以受到重视和教育 好可是呢 在这两个长者家 他们把供养比丘的这个工作 交给了他们的女儿和孙女 好这是一个很有很有趣的开场 好明白佛法的长女 你看这长女是明白佛法 和次女结婚之后都住到夫家去了 因为他们结了婚以后 就不在家里面 就去了去了夫家 所以剩下最后这个小女儿呢 他在家里面负责布施的工作 他们就失去了这个机会 但是那两个姐姐呢 是明白佛法的 但是他们终究还是嫁人了 好后来呢 这个小小女儿命在旦夕的时候 就想要见她的父亲 就是意思就是她没有 她没有结婚 好她就继续的布施 好那要临终的时候呢 她就想要见她的父亲 所以她父亲就来到她的他前 就她很奇怪的呢 就称她的父亲为弟弟 然后之后呢就死了 那她的称呼使她的父亲感到困惑而不安 好以为她的女儿在临终怎么样 就是有幻觉 好正念没有现前 我们讲正念就是 就是正确的观念 或者是一个专心一致 也就是说一切的修行 一切的修行呢 就破功了 怎么会讲出这种疯疯癫癫的话 也就是脑袋不清楚的意思 我想这个mindfulness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解释这件事情 就是当然他们认为 只要是好好修行 只要是一个善终的话 你一直到你临死的时候 你的脑袋是清楚的 你没有进入沾望的状态 所以她就觉得很困惑 所以她就去找佛陀 那向佛陀报告这件事情 那佛陀就说 哦你放心 她在临终的时候啊 意识是清楚的 意识是清楚的 所以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正念没有现前 和这个意识清楚 意思就是说 原来这个爸爸呢 他想说为什么他的小女儿啊 他的小女儿在死之前 是不清不楚 但佛陀呢 就跟他讲说意识清楚 而且怎么样正念现前 正念现前 那佛陀就说 为什么 那他为什么会叫他爸爸叫弟弟呢 因为他的修行层次比父亲高 他已经赠得了二国 而父亲只赠得出国 佛陀并向几孤独长者说 那么这位 这位小朋友啊 已经 已经往生怎么样 兜率天去了 好 兜率天 我们知道兜率天的意义吗 就是 他是 弥勒菩萨 现在在那里讲法 这故事非常的短 这故事非常的短 好 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我想要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讲说 不管他是虚构的 还是责任的故事 那么在这里呢 有几个重点 我必须要提醒大家 就是 第一个 在这里呢 全部都是什么 女生 这是女生 这是因为当时的气氛 是都觉得女生是不需要学习 没有用 因为她们的心不适合修行 你给她学太多东西没有用 那佛陀呢 要讲这个故事 告诉听的人讲说 你不可以有这样子的想法 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姻缘 你看这些女孩子 尤其这两个女孩 她们就算是将来要结婚 一样过着平凡的日子 但她们在结婚之前 她的爸爸 有给她这样子的机会 让她亲近佛法 所以她是带着 明白佛法的 一种心情呢 去结婚 我觉得这整个故事 非常有 非常有趣 她的那个结构是 很绵密的 很绵密的 第一个 佛陀要告诉你说 谁告诉你们 女生不能够学习 女生一样 只是她所能够学习的场域不同 那这中间就更延伸出来 就是说 你们不要拘泥于 什么样的情况叫做学佛 你不要觉得你一定要出家 你一定要进苦修灵 才叫做学佛 我这样讲有点叛逆 但是大家注意 就是说你也不要觉得你读完了佛学院 你就是很懂佛法 这样懂吗 但是我不是说你不要去上学 是说你一定要抱持着一种非常谦虚的心情 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在家瞎读瞎念 我没有约束我自己的力量 所以我报名去参加 不管是法谷山的佛学班 或者是什么课程 我去报名学习 那学习 报名学习的那个班级 它有点名制度 它有补课的机制 最后它会发我一个结业证书 那为什么我要思考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制度 因为它要鼓励我 要好好的每一堂课去上课 这跟我们这个线上的课完全不一样 线上课没有点名 也没有补课 我也不会发证书 我们就是每天 每个礼拜这个时间我们上线来 那你听我聊聊天 但是你会来 对不对 因为觉得蛮好听的就来 可是你不是为了某一个证书来 那你说老师我比较喜欢这样子 不是 对某些课程来讲 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 你可能两三节就不来 为什么 因为开始出现比较困难的内容 或者比较深色的内容 所以在佛学班 他就要创立这样子的制度 那我们很清楚知道 这些制度是为了要 为了要推动我 好好的把这一期的课上完 所以上完了之后 我给我自己一个奖励说 你看我拿到全情的奖品 或是奖章 但是你心中知道 我就算全情了 我就算每一篇报告都得一百分 那也不代表我证得了佛法多少 所有一切佛法在我体现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只能说我很认真学习 我只能说我是一个需要人家来约束的人 果然在这个约束底下 我完成了这么长时间的学习 我完成这么长时间的学习 肯定对我的生命 对我的灵魂是有用的 是有帮助的 但我不可以说我拿到这个证书 就代表着我比你厉害 我比你厉害 因为你没有拿到这个证书 或者说你没有报我们这个课 我们要做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一个非常清楚的调整 所以反过来讲 就是说每一个人有他不同的修行的因缘 女孩子不是不能修行 只是因为他的命运 他的生活有限 所以你可以在他没有出嫁前 在娘家的时候 给他很多的机会 让他去布施 比如说有比丘来托波的时候 你让你们家的女儿去咬饭 或者是在家里他煮的饭 拿去布施也算是 没有人一定要说我要去讲堂上 去听课 或者是说我一定要去参加 某一次的演唱会 我才代表我有怎样 不是这样子 然后你看他的叙述里面 女孩子 第二个 他讲的女孩子里面有两个是出嫁的 就是他一样是走着寻常人的生活 他一样时间到了之后 他就嫁给别人 他就去了别人家 他不在他这个有钱的爸爸的屁印底下 他也许去了夫家之后 他就过着一个很平凡的女人的生活 但记得那个言语里面 他跟你讲说他是明白佛法的 因为在这个布施的过程当中 他在熏陶的过程当中 他得到了一个 好 那这个故事的第二个层的意思呢 就是 我们永远不知道累世累劫 五十节以来我所带来的 我所带来的这个业力是什么 我看到我的果报是我成为一个人 比如说我一直在讲说 我看到我的果报是我很爱讲话 我看到我的果报是我很会看故事 一个故事在我眼前 我会看到很多的线索 那我愿意提供这个线索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 那不代表我的功力就比你强 也许你知道很多 但是你没有像我那么爱说 所以他告诉我们是说 你看看这个女孩子 因为她这么多的时间 她有这么好的福报去供养比丘 所以她本来的基底 可能就比她爸爸高 但我们不知道 但还要很清楚的知道是说 这一世她是你女儿 但是她的修行不一定比你低 这个我们在很多故事里面有看到 譬如说我们讲法华经里面的小龙女 小龙女怎么样开悟成佛 她说多快 就是一个把东西捧给佛陀 就这样子的时间 她就开悟了 所以瑟利弗还敢问她说 那你为什么不先变成男的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故事当中一直强调 佛陀一再强调 但她不是要为女人平反 她也没有要改变当时的社会制度 她只是要鼓励在不同阶层 不同状态的人 你不要放弃你学习的机会 你不要用你所处的状态作为借口 说我不要 我没有机会了 我没有机会了 就像我昨天前天一样 我听到一句话 我觉得好有智慧的话 可能讲这个话的人觉得 她是赖皮的 我一样 也是我班上的一个学生 她说我现在这把年纪 她是跟别人说 不是跟我说 她说我现在这把年纪 我的记忆力都不好 所以我来上课 我也不写笔记了 我也不写笔记了 我就左耳听右耳出去 我就不想把它记下来 我就不想把它记下来 很帅很潇洒吧 我们听起来可能会觉得不负责任 但是我觉得这是很有智慧的方法 对不对 我只是要反问说 那你还是喜欢来 所以你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们你会觉得 你从左耳听进去右耳出来 或右耳听进去左耳出来 但在你心中洒下来的种子 是无形的 你愿意来 而你不是在家里面一直追陆剧 那追韩剧 为什么 因为你喜欢听 你喜欢听文跟佛法有关 所以她一堂课一堂课的来 但是她一直跟所有的人讲说 你们不要问我上了什么课 我都忘记了 我都忘记了 你们不要问我 我觉得这 我听完以后 我就跟我叙述的人讲 因为跟我叙述的人讲 只是有点是觉得很好笑 他说老师你知道那某某某 他现在都跟我们讲说 我现在都不写笔记 因为反正我也记不得 我写了笔记 我也不知道我学了什么 所以我都不写笔记 那他们讲完以后 我说可是他很认真来 他每堂课都来 他都没有迟到 他就有听进去 他怎么会没有听进去 他自己以为他自己没有听进去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佛陀在讲这篇故事 我觉得这篇故事 你觉得看起来很短 可是我觉得他其实要表达的东西 非常多的层次 第一个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机缘 在学佛法 都不要放弃 都不要放弃 也不要觉得说 学了现在也没用 因为反正我要嫁人 我也不可能出家 我也不可能 我也不可能怎样 不可能怎样 没有你就把握住现在的机会 你就把握住现在的机会 现在可以学 可以听 可以做一些事情 就赶快珍惜努力 他一定会在你心中留下种子 第二个是 不要去以为 谁比谁厉害 谁比谁高 是今生他表现出来的程度 对不对 所以我常常讲 今天是我在讲故事给你们听 也许累事 也许累事 我们是一起在那个院子里面 扫落叶的一群同样的同学 那就是因为我太爱讲话 常常被罚讲话 所以我就暗中许下一个愿望说 你现在不准我讲话 我以后 我就会找一个方法 让我上海的讲话 都不会有人叫我闭嘴 这就是现在我的状况 你们只能把萤幕关掉 或偷偷的下线 你不可能说 竹林 你不要再讲了 因为你不可能叫我不要讲 这是我的频道 我觉得这是我的满愿 对不对 可能吧 但我跟大家讲 我是开玩笑 我从来没有许过这样子的愿望 我只是觉得 我是觉得说 好吧 那就是我讲话 不对 我在不对的场合 不对的时间讲话 我 当时我的 我没有那么多忏悔 但事后我会觉得说 我侵犯到老师的尊严 所以他会生气 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解释 为什么我忍不住就要讲话这件事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故事 好 下一个故事呢 我们先看一下法句 虽多送经文 放逸而不行 如牧树他牛 就是你去牧别人的牛 你是不会获得什么结果的 这是你就像替别人放牛一样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一直背经文 一直背经文 然后你会很多很多专有名词 但是你不去实践 或者说 你根本不把这些经文的内容 放进到你自己的行为架构 或你的生活体验里面的话 那么你在念这些经文 背这些经文 就好像在帮别人牧牛 没有结果 那牛长得胖胖的是别人的牛 虽然扫诵经文 但是尊教如法行 除灭贪嗔 是你真的是开始 对你自己的生命 进行了一些洗涤 一些修炼 那政治心卸脱不着今后世 于是你长出了正确的知识 你对于生死非常的清楚了解 而不再执着于你今生后生 这个这样子的情况 你是会等同于你是做沙门 比获沙门国 意思就是说 这沙门是什么 就是出家人 出家人 离开现世生活的 当然这是对于在家人的一种鼓励 一种解释 那我们看一下故事集 知识不等于证悟 当然他要讲的一定是两个对照组的比丘 两个对照组 有个出身高贵的比丘 这两位是好朋友 一个精通三藏 我们复习一下 我们在佛教里面经常就看到三藏 你就要知道是经理论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理论 就是佛教的理论 或者是我们讲是佛教的书典籍 典籍这样 佛教典籍分成这三大类 就是苏典 就是我们讲的经 还有律 律是专门讲戒律 那论呢 当然是论文 精通这所有的佛教典籍 而且呢 娴熟于唱颂 就是非常 会背 背得非常流利 而且呢 会弘扬 就是会去叫人家 会去推广 我们这样讲 推广 推广经文 他不是讲推广这个教义 他说推广经文 就是说 他会劝很多人去 抄金啊 买这个念经啊 或者是 跟着他一起来 一起来学习 那他教导很多的比丘 而成为18个比丘团体的指导老师 这个团体人不多 18个 但是不是普通人 都是比丘 那另外一个呢 他专注于热切精进修行之后 他非常专注于修行 所以他证得阿罗汉果 并透过直观的禅修 而证得卓越的能力 所以他是有神通的 因为他在直观禅修的时候 他的身心可以达到一个相当的自在跟自由 那有一次 这个证得阿罗汉果的比丘呢 就到其数几孤独原相佛陀顶礼问讯 大家知道 大家可以想象的画面 平常他们都是各自在自己的场域里面修行 那偶尔特别啦 或者是有些时候 他们就会去到佛陀所在的 金色呢 去问候他 就好像我们 好像我们国中毕业以后呢 教师姐会跑去 跑回去原来的国中 去看国中老师 有点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味道 然后呢 然后呢 结果呢 这个精通三藏的比丘呢 不知道他的朋友已经很厉害了 反而轻视他的朋友 认为这个老比丘 你可以看到 原来年纪不小 因为他们两个年纪不太相当 你认为这个老比丘 对神圣的精障 知道的不多 因此决定呢 给他考考试 给他一点盘 给他一点这个颜色 那就问了他几个精障的问题 那这里没有讲 这个老比丘有没有回答 但是佛陀很快的就插手 佛陀知道他这种不友善的居心 也知道他一定会自取其辱 看到佛陀插手 不是为了帮这个老比丘 而是为了帮这个 帮这个很骄傲的人 这也是我要想要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故事集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 佛陀的故事里面 都暗藏了非常多 我们意想不到的 灵光乍险 好 灵光乍险 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讲 当今天 当今天我们的朋友当中 有一个很臭屁的 一个很臭屁的人 他在那里炫耀 而他完全不知道 他对面那个人 是很厉害的 那 你是一个旁观者 或者是你是他们的老师 或是你是他们的长辈 你会去出手制止的理 的原因是什么 对不对 你会去出手制止的原因 是什么 是要率先比那个 有修行的老比丘 更快的告诉这个年轻的说 你懂个屁啊 你懂个屁啊 是我要跳出来 你看我的心情是这样 我要跳出来告诉这个 这个很臭屁的人讲说 你把枝架拉把枯掉 你看不懂这家伙很厉害啊 我比你厉害 所以我看懂了 所以你不要在他面前臭屁 好 但我们今天看到 佛陀的用意不是 他是担心这个臭屁的比丘 会被羞辱 会被羞辱 所以他来制止这件事情 看到没有 大慈大悲是摆在前面 那个慈悲永远摆在最前面 就是你要去解决这件事情 你不是为了要伤害A 而去维护B 你是希望他们两个都不要受伤害 而去插手他们之间的争端 这是我看这个故事 额外得到的一个感动 所以佛陀出于慈悲心 就去探视他们两个 就知道他们两个 如果相见 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事情了 以避免熟悉精脏的比丘 取笑他的朋友 所以佛陀并不是担心 那个被取笑的人 他是担心那个取笑别人的人 佛陀并亲自提出问题 他问熟悉精脏的比丘 有关于禅纳和道果 就是透过修行而得到 最高境界的问题 熟悉精脏的比丘 就答不出来 因为他只知道教导别人 自己却没有亲自的去修行 另外一位比丘 由于精进奉行佛法 已经证得阿罗汉果 所以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佛陀因此赞叹了这位比丘 而对另外一位比丘 就完全不称赞 我们看到佛陀在处理 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的EQ 他的IQ 其他比丘不明白 佛陀为什么大力称赞这个老比丘 却没有称赞他们的指导老师 他们为他们的指导老师 报不平 那佛陀就跟他们说 熟悉精脏不但但是不知道奉行的比丘 就像牧牛的人只为牧牛获得工资 而亲自奉行佛法的比丘 就像牛的主人一样 他是可以得到牛的五种生产品 这就很有趣 哪五种呢 我想我们就不要去仔细的去追究 所以说熟悉三藏的比丘 只得到学生们对他的服务没有修行胜果的益处 他得到的是什么 学生们非常的崇拜他 学生们可能给他送给他一些美食 衣服或者是一些名气 但是你没有得到真正的修养 而阿罗汉比丘虽然懂得不多 也只能背一些少部分的经文 但是他清清楚楚明白其中的经意 而且精进修行 克服了贪嗔痴 他的内心完全没有精神的烦恼 对于今生和来世没有任何的执着 所以他是真正获得修行的胜果 所以这段话从这里 从这里一直到这里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句法句 这样的吗 就是这么长一段 就是讲的这个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说 这个法句 他有时候是从某一段对话里面 所结晶出来的 所提炼出来的精华 好我们第一品就这样就这样结束了 那我们看其实讲了好久好久才讲这些 对不对 我们可以慢慢讲 不怕讲不完 只要你们还有兴趣听 好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好我们第一品讲完 然后我在这边呢 给大家做一个这样子的整理 那我们回想一下第一品里面所有 我们总共讲了20个记词 那我想今天我不要一个字一个字 去把它再重新念一遍 那我只是在这里提供一个这样子的整理 让大家可以对照着我们前面讲的故事 再回想一下 那尤其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法剧经它有很多的段落是两记两记是相对应的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跟二三跟四 这样子的一个好像对联一样 它是一个对照组 比如说人若不离玉等等 人若离贪玉 你看就是这两种状况 或者说若人足欲乐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若观身不尽 就是表示我在修行 这都我们看起来就很像是 很像是警示名言 直邪以为正 直正以为正 这是不同 对不对 好那我们再看 这就是我们今天 今天讲的这几个 这两个 好那我们接着就要进入到第二品 那第二品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二品叫做不放异品 一样 我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说 这个都是后来去整理的时候 然后给他做了一些章节的分类 然后再给他加装了一个名字上去 好那所以我们不要太去 在意他这个章节名字跟他里面的内容 好像我觉得好像不怎么相关 好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故事呢 他是集结了三句 三句 好第一个是 情相不死尽 这就是精进 是涅槃之道 什么叫不死 我们还是一样要提醒大家 在佛教里面讲的不死 好不是 不是我们一般人讲的 就是说我常生不老不会死 而是说 我随时都在死 所以不生不灭 就是说 我没有 我没有那种死亡了以后 就一无所有 我所有东西都不见了 好那所以我很怕 我要抓住的那个感觉 好当我不怕了 那也就没有死这件事情 他的逻辑是这样 好那放逸去死尽 所以反而放逸的人呢 你呢 是一定会走向死亡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句话 好 金情者不死 放逸者如已死 这个 这句 很有趣 好那我们 还是来谈一下这个 长生不老这件事 就是什么叫不死 那我们从自古以来 我们在看所有有权有势 有钱的人 都会最后都会走 走进一个死胡同去 就是我很怕 我今生所有拥有的东西 我死了就没了 好那 所以我就希望我要永远拥有 所以第一个当然就是 我想要活久一点 第二个呢 就是我要生很多儿子 好那 我确保我所有的财产 我所拥有的东西 都会在跟着我的血缘 继续流传下去 仿佛我还在世 所以我的小孩是我的复制品 我的小孩是我的复制品 所以他承接我的财产 他承接我所有的东西 我的长相 那好像仿佛我就有 可以永生不灭 好 那这就很纠结了 这就很纠结 因为你是所以小孩不见得跟你一样 对 好 那第二种 等而次之呢 就会想想要怎么样 想要硕立永恒不变的标志 立个铜像啊 做个坟墓啊 那写个传记啊 拍个纪录片啊 那你说老师你这样讲 就会得罪很多有名的人 不是 你说像圣言师父 像星云法师 像很多很多伟人 他不拍纪录片 其实我们都会一直记得他的心意 对不对 拍纪录片只是让 来不及认识他的人 有一种比较快速的方式去理解他 那我们平凡人是在希望人家记得你什么 对不对 你弄那么多照片 你的儿子女儿认得出来 你的孙子 真孙呢 最后大家就会觉得说 怎么搞那么大一大堆 要怎么处理 那一样 我们是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永恒维持 这是我们的基本渴望 可是偏偏事与愿违 我们从生下来就在等死 生下来就带着死亡 因为我们就已经注定好 一定会死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抗拒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痛苦 都来自于这个 很痛苦来自于这个 因为你不接受这件事 你不接受这件事 那佛法师要告诉我们说 你首先要接受这件事 你要接受生老病死这件事 那也有很多人会讲这种很大方的话说 我不怕死 我不怕死 死是必然的 那我只求个好死 不好意思 连好死都不是你可以求的 该怎么死就怎么死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好死 你请问你什么叫好死 对不对 那一个空难来不及 来不及害怕就死了 这叫好死 在乘跑的路上 突然之间心脏病过世 无痛无病 这叫好死 你希望这样死 所以我们在谈生死的时候 是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来告诉自己 说这是由不得我的 什么时候死 我不知道 我也无从 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知道 但我知道一定会死 也许是明天 也许是今天 也许是等一下 也许就在我现在跟你们讲课的 下一瞬间我突然没声音了 然后你就说 朱连你死了 有这个可能 那我们都要能够接受 有这个可能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那有了这个前提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 去看待我还活着的每一口呼吸 这样的吗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 当你一旦开始 刚你一看开始 接受了人都会死 我的生命是 这个样子的生命 这个生命的样态 是有期限的 但是我的法生会命 是无限长远的 也就是说 在我生命当中 在我的意识里面 在我心中所种下来的种子 它即将会 带着这样子的能量继续轮转下去 所以我今生活着 每一瞬间都是有意义的 我这一生当中 所有的念头都是有意义的 那 我就不管我哪时候会死 这时候 就出现了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争不解的样貌 这样懂吗 这是佛陀一开始 就一直在讲的逻辑 我们所谓的 不是说 不是说我信了佛之后 我本来活80岁 然后我会变成活100岁 这样不是 是我信了佛之后 我信佛之前跟信佛之后 在我的原来的宿命里面 我会活几岁就是会活几岁 但是我活的态度会不一样 只有这样子而已 好 那我们可以建立这样子的一个根本态度 我们才看得下去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 就是你如果是放异的时候 你就是怎么样 去向生死轮回 我们如果不解释好 我们会觉得说 所以怎样 现在是你很精进念佛 于是你就不会轮回吗 不是这个意思 是我不害怕 不烦恼 我不会掉进那个纠结的轮回 该去怎样就去怎样 该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都OK OK 好 那所以精进者不死 放异者 放异的人如已经死了 我们有时候听到这种话 会觉得怪怪的 我们知道其实有句话讲 就是有些人很年轻就死了 只是很老才埋葬 就是你的生活样貌 你的生活态度 其实他很早就固定了 也没有什么精进 没有再有新鲜的感受进来的时候 其实那就很早就死了 放异者 我每天都做同样的 我没有新的感受进来 我没有新鲜的 我没有把每一天都当作是第一天 也是最后一天 那么我等于昨天就死了 这个我想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解释跟逻辑 那希望他能够能够接受了 好 然后呢 智者 智者如实之精进之道理 安定而缓慢 喜精进 那清正胜尽了 那这个 放异的人就像邪尸走肉一样 等于已经死了 就是虽然还没有埋葬 但是已经等于死了 因为你每天都在 都在过着同样的原本一样 就是原地踏步 智者如实之 智者确实明白以上的道理 如实之的就是以上精进的道理 好 那以 所以呢 非常缓慢而安定的 慢慢的精进 那就能够亲自 正得非常喜悦的境界 那智者的心是坚定的 精进禅定 好 那解脱幸福 正得无上涅槃 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他其实主要的是前面这几句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好像真的跟我们这句法句 有点点 大家自己来做一下连结 我们来看这个故事 好 这个皇后 三曼帝皇后有很多服侍她的侍女 其中有一个名字叫做九寿多罗 她的职责是每天为皇后去向花匠 苏曼那里买花 有一天她在苏曼那里听到 听闻佛陀说法 你看有出去外面见世面 好咯 重点来咯 是由于过去式的羞耻 所以她有一些过去式的印象 所以她很快的就听懂了 而且她正 我们讲这个正 这个正不是懂得而已 是真正的就贴合到她的行为举止 所以她回到皇宫之后 她就向皇后和其他的侍女转述 转述佛陀的说法 那他们也因此对佛法有了一些了解 自从那天起 她就不用再做其他的 不是重大 是出众的工作 我想这个应该有点点误解 就是她变成被大家 特别优待 皇后也视她如师 就是把她当作老师 就请她只要说法 只要说法给他们听就好 所以其他出众的活 就让别人去做了 她非常的聪颖 能够把听闻过的佛法 的佛陀的说法 再转述给皇后和其他的侍女听 因此 后来她的确理解佛法 好大家看到故事的 基本架构了 你呢 听了以后 因为过去式的修行 所以你可以证得 然后呢 再来就是转述 转述 分享佛法是很重要 因为你为了要分法 分享 你一定要自己 更加的理解 皇后和她的侍女 很想当面顶礼 当面顶礼佛陀 但害怕国王会反对 那只好在佛陀经过皇宫 到其他信徒 这个字有点不对 这个字是不对的 其他 其他应该是这个她 或者是另外那个 没有有生命的那个她 透过皇宫建筑的孔洞 从洞里面行注目离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粉丝的行为 这时候介绍这个 我们这个题目的 这个标题里面的女主角 这个摩西体力 摩西体力 是国王另外一位出生婆罗门的妻妾 所以她不是皇后 她是一个妾 但她出生很高 她是婆罗门 就是她的爸爸妈妈 她的爸爸是婆罗门 她父亲曾经认为佛陀 是唯一值得女儿托付终身的人 所以就向佛陀提起婚配之事 但佛陀加以婉拒 佛陀说 即使看见天魔波寻最漂亮的三个女儿 哪三个呢 可爱不乐 不要贪欲 我都不会动心 毕竟设身是污秽的 有什么值得贪恋呢 佛陀所以如此回答 是因为她知道 这对佛罗门夫妇当天就可以赠得三果 三果 不还果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四果的每一个 那这对夫妇听完佛陀的话之后 果然领悟出美丽的无常 而当下赠得三果 他们把女儿交付交付给他的叔叔 就是这个这个爸爸的弟弟 而双双怎么样 就出家修行了 后来两个人也都赠得了阿罗汉果 就是四果更高一届 但是啊 摩西提利因为对自己的美貌 非常的自负 而认为佛陀的话是一种羞辱 而且是拒绝他 所以他内心很痛苦 难堪 发誓要早期会报仇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 而容易就能够理解的剧情 我这么漂亮 然后我爸妈要把我嫁给你 然后你竟然拒绝 然后讲了一大堆屁话 就是什么 我什么颇寻的三个漂亮女儿 我也不知道他那三个女儿是怎么回事 你们看那个名字你就知道 其实佛陀在讲的是 你对于美色的可爱 渴望跟爱恋和贪求 其实都是惹烦恼上身 那他的爸爸听得懂 可是呢 就造成了他把 你看这个故事 然后他爸妈就出家了 就把他交给他的叔叔 所以他心中对佛陀有很多的不满 那后来他的叔叔就把他献给了这个幽田王 使他成为国王的妻妾之一 当他知道佛陀正在 正在这个城里面 这社会城里面 他也知道皇后和侍女 透过那个孔洞向佛陀敬礼 他就决定了 他的报复行动 同时一并要伤害皇后和皇后的侍女 他要报复佛陀 他要伤害皇后跟皇后的侍女 于是呢 他就向国王敬残言 说皇后和侍女在房子里面挖洞 而且对国王不忠 他偷看漂亮男生 那国王就亲自去检查 皇后的居住的房子 果然有孔洞 但是他知道 他明白其中原委 他并不生气 原来不是看帅哥 原来是要看到一个有智慧的 讲法的一个尊者 虽然如此 但是他还是不死心 继续向皇后 继续向国王 诽谤皇后对国王的不忠 并且说皇后 企图杀害国王 好他就一直 一直进残言 你想想看 就是他这个故事要讲说 本来国王是不会被他影响 可是因为一直说 我们讲说那个吹那个枕头风 每天说每天说每天说 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意识 就会被洗脑 被洗脑 大家不要 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 我岔开一下话题 就是就是为什么我们讲 说你要你要很小心交朋友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我现在跟这群人很不一样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我们平常像 我们平常一般的人 然后我们讲话不会有 那个国骂三字经 五字经开头 对 那因为我们是学佛的人 所以我们心胸开阔 所以当我们去接触到一群人 然后这一群人 他们都是这样子的习气 他们讲话就是开头 就是这样子 那你会觉得说 我不会讨厌他们 我不会看不起他们 我也不会排斥他们 他们有他们可爱的地方 但你要小心的是 你如果常常跟他们在一起 我不是说你不能跟他们在一起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跟这样子行为模式 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要自己特别小心 因为你很容易就被影响 你会不知不觉中 有一天你就会 你就发现你自己讲话很奇怪 这是我不知道各位 也许各位的受影响的 那个耐受度不一样 像我过去这十天 我在的那个所在 是中国安徽省的一个乡下 然后他们讲话就是 虽然他们讲的是 我们讲普通话 就是他们讲的是跟我们一样的国语 可是他有一个腔调 就他们讲话就是有一个腔调 有一个速度 有一个速度 那我在那里住了十天 我觉得我的讲话声音 快要变得跟他们一样 虽然我这么老 因为我是会被影响的 我会被影响的 所以我们讲那个 你不断的不断的熏悉 不断的熏悉 就像我们走进一个 走进一个屋子里面 我们走进一个屋子里面 那个屋子里面充满了这个味道 那渐渐的 我想最明白 最常见的是什么 去那个咖啡厅 像那个什么 像那个路易莎那种 我每次出来之后 我都觉得我身上都是那个烧焦味 就是那个咖啡粉的那个味道 就是你的熏悉 你是不知不觉被熏悉的 所以这个一样 就是你要非常 你要非常知道你跟你身边 你身边跟你在一起的人 他其实对你是有影响力的 他每天跟你讲 每天每天 每天每天 好 所以 所以我们说 我们要清静善知识 就这样 好 你经常 你礼拜一去 去工修处 当志工 然后都看到的都是师姐 的见面都是奥弥陀佛 然后 笑着非常轻声细语的 礼拜二 你去上佛学班 然后礼拜三 你去上这个什么 那如果你每一天都在 这样子的环境下 熏悉的时候 久而久之 你就会变成是一个 一个这样子气息的人 好 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 我有几个朋友 我说 哇 你身上那个慈悸人的气息 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浓厚 那他会很压抑的 看着我说 那是什么意思 好 我说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我感受到的就是 那个什么都不怕 什么 任何的任务来 就是会全力以赴的那种 然后非常 非常有效率 然后非常的热心的 要去做好这件事情 不像我这种觉得 想一想还是睡觉比较好 不是这样子 是非常热于前进 那像这样子的习气 这样子的气息 我们要讲习气 这样子的气息 你自己都没有觉得 因为你常年在这样子的团体里面 我相信我们在这个线上 有很多慈悸的朋友 也有很多法普山的朋友 那也有很多 不是这两个团体 也不是佛教团体的朋友 我想你在听我讲这样子的话的时候 应该有一些共同的体认 共同的体认 他就是有一个气质在那边 我们讲的气质 就习气 那久而久之 你就会去沾染了这样子的习气 那你希望你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就去靠近那样子的人 好 那你不希望你自己是变成那样的人 而你免不了 一定要跟那样子的群体相处的时候 你就要分外的小心 你要分外的去 努力的去检查 努力的去检查 好 就是说我有没有 我有没有变成那样 好 我有没有变成那样 好 那 所以啊 这个妾就不死心 一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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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有一次啊 他知道国王带着琵琶 要到皇后的房子住几天 琵琶 就是那个乐器 他就把一只蛇 藏在国王的琵琶里面 并用花把琵琶的孔 遮盖了起来 然后他告诉国王说 他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十分担心国王的安慰 请国王不要去皇后的房子 但国王当然不会理他了 因为我已经决定了 他就 于是他就跟随国王到皇后的房子 并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把遮住琵琶孔的花朵拿开 于是琵琶内的蛇就跑到皇后床上 并卷起了身子 思思作响 皇后看到看到蛇的时候 相信了他的惨言 误认为皇后要害 要害他 皇后一时 国王一时非常愤怒 怒吼则叫皇后站起来 也叫所有的侍女都站在皇后的身后 然后拉着弓 将毒箭射向皇后等人 紧张紧张 刺激刺激 结果会怎样呢 但是皇后等人对国王的举止 毫无巨翼 看到没有 任何事情来 只是默默的流露慈悲的眼光 所以虽然国王善于射箭 却未射中任何人 为什么 因为他吓到了 为什么你们不害怕 有什么问题吗 反而你们流露出慈悲的眼光 看我 应该是很害怕 应该是要求我 求求我不要做这件事情 可是你们却来同情 你确实悲悯我的 好 国王目睹这个奇迹的时候 明白皇后是无辜的 就恩准皇后邀请佛陀 和众多比丘到宫中来化缘说法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转机 你说老师 我怎么去解释这个转机呢 就是国王也是有善根 他看到了原来皇后跟这些侍女 因为常年熏习佛法 他们竟然可以面对自己的生死最紧张的时刻 是平静的 而且是悲悯的 他觉得太厉害了 这个画面有点像当年 可能摄利佛他们在路上碰到马圣比丘的那种感觉吧 就你身上散发一种气质 让我经不住想要问说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 我们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的生命经验中 你有没有曾经碰过这样子的人 就是你一看到他的行为举止 你就会经不住觉得 很想要知道他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然后你想要知道他跟谁学的 甚至于你会想要多靠近他跟他学习 那我常常被人家讲我的记忆力很好 但是我跟你 我跟大家讲 我不是记忆力这么好 只是因为我很爱讲话 你知道吗 我为了要讲我以前的故事 我每讲一遍我就增加记忆 那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那你们不要笑我 就是我很想 我想那个时候国中还是高中 我现在不记得国中还是高中 那我们都搭公车上学 搭公车上学 然后就有一个很帅的男生 就我认为的帅 那个时候我觉得他长得好好看 就是气质也好 身材也好 那反正我每天就一定很准时 一定要去到那个站牌 因为我就会碰到他 这个大家会笑我吗 应该不会吧 就年轻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暗恋的对象 不一定是刘德华 好那就是有这么一个人 我都还记得他念什么 对啊高中的时候 他念一个私立高中 那我就觉得看到他就觉得 哇今天就很心满意 就赏心悦目嘛 就 然后他很酷 他都他都就是很安静的自己在 在背单字还是 然后他的脚 他有一只脚是 好像长短脚还是怎样 反正他走路就掰咖就是了 那因为你很喜欢这个人 所以你连觉得他掰咖都好帅 我啦 我跟大家讲 那一阵子我走路就掰咖 我为什么会知道呢 就是因为我爸妈问我说 你脚痛 我说没有啊怎样 他怎么走路一掰一掰的 然后我就说 有吗没有啊 原来在不知不觉中 我看着他的样子 变成了我的行动 这样懂我意思吗 就是这样啊 就是你变成了一个跟他 很类似的一个样貌 因为我也不认识他 我没有跟他讲过话 我也不知道他内涵是什么 我只有看到他外在 我不可能变成一个男的 我也不可能变成高高瘦瘦 但至少我就觉得 我这样走路可以跟他一样帅 这是我的印象中第一个 第一个 我觉得我怎么会不知不觉中 我被改变 我自己都没有感觉 我没有觉得我在学他 第二次是我大学的时候 我身边有一个女的朋友 我是化学系 她是物理系的 她是我好朋友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在YouTube上面听到 她是惯用左手的人 她天生是惯用左手的人 但是她小时候就被改成了右手 这样的 我们小时候都很多人就是 左手她被改成右手 然后但是呢 她什么时候会用左手呢 就是当她从她的钱包里面 拿钱出来付钱的时候 她会用左手拿钱付钱 那我那一阵子很喜欢跟她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她气质很好 她很优雅 因为说我就很粗鲁 我很三八 讲话很大声 然后她就是很优雅 她是我学习的对象 我不是暗恋她 我是觉得我希望 变成像那样子一个 气质优雅的女生 但我真的变成变不了她 所以呢 所以经过一段时间我就发现 我付钱的时候是用左手拿钞票 我没有学到她的气质 我也没有学到她的声调 我也没有像她那么漂亮 至少我学会用左手拿钞票 我这样解释 大家可以理解 那个国王为什么会吓到 就是说 为什么我认为 这些皇后跟侍女 应该吓得发抖 屁股尿流 然后跪下来求我不要杀他们 他们竟然能够 很怡然自得的在那边 面对我的剑 然后还从眼睛里面流露出 慈悲的眼神 这太厉害了 这一定是跟佛陀学法有关 这样这个逻辑这样推 OK 我们继续看下去 故事怎么回事 好 所以这个坏人 看到自己所有的阴谋都失败 于是拟定了最后一项 故事讲到这边 大家有没有觉得说 怎么佛陀讲故事像后宫震患传一样 刚刚就跟大家讲 就故事 你不要管那是谁讲出来的故事 不要管这个故事是写在佛经里面 还是写在传奇故事 还是写在童话故事 故事本身 故事本身 他就是用一种 让我们可以很自由的脱离现实境界 而去体验一次人生的哲学 他看到太气了 所以最后一次应该最恶毒 于是他派人送口信给他的叔叔 要他纵火烧皇后居住的房子 你看 是不是一步一步越做越可怕 这个用蛇 他只是要陷害皇后 他现在是怎么样 火烧了 那他叔叔就听他的话 但是房子内的皇后跟侍女 由于有很好的修持 所以虽然在危难的时刻 仍然继续缠坐 因此房子完全倒塌之前 有人正得恶果 其他修行也有了进步 哇 又是一次面对死亡的一种安定 跟不害怕 利用在最为难的时候 来体验正面 接受死亡 接受死亡 这就是我们讲说 你面对死亡就不会死 你害怕死亡就等于已经死了 国王接到报告的时候 赶来已经太迟了 已经太迟了 国王心中怀疑 这是摩西体力重有的结果 我们看的故事 我们都会以为 这次还是没有把 可能会有奇迹产生 皇后没有死 就皇后死 那国王就觉得说 这个结果太奇怪了 怎么会莫名其妙的房子就烧起来 可能跟他有关 怀疑他 但是国王不动声色 反而说 国王在世 我就一直警觉 在心提心吊胆 害怕遭了他的毒手 现在我可以宽心了 会是谁做了这件好事呢 一定是深爱我的人做 你看他故意讲反话 就把他调出来了 听完国王这一番话时 愚蠢的他就马上接口说 是他要他叔叔纵火 烧死皇后的 国王听他招任了 杨庄非常高兴 告诉他 他要大大的赏赐 他和他所有的亲戚 但当他们 心高采烈抵达皇宫的时候 却全部跟摩西体力一起被捕 并且在皇宫的广场上被处决 邪恶的摩西体力 终于因为陷害贞洁的皇后 跟侍女而受到惩罚 佛陀知道这件事情 这是一定有人跟佛陀报告的 社会新闻 这件事情 这两件悲惨的事 你看到 请注意我们要把它画下来 这是两件悲惨的事情 我们一般的人看这件事情 是一件悲惨的事 和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对不对 因为坏人被处决 当然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过瘾 开心了 可是对佛陀来讲 杀人就是一件悲惨的事 他就说 正念现前 精进的人不死 放逸的人如行尸走肉 就是说 精进的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就已经体认到不死的永生 那么放逸的人呢 只是很早就死了 只是很晚才埋葬 这个故事 大家怎么看怎么看 都觉得不像佛教故事 对不对 就是很像一个八点党 或者是一个宫斗剧 但是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 我们看故事 不是要看情节 不是要看前因后果 我们要看这中间过程的一些转折 一些转折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国王也曾经被影响 对不对 因为他虽然觉得 他虽然觉得这个皇后 是很正直的皇后 可是因为他听了 他听了这个 他这个妾的这种班农是非 然后他真的就看到了一条蛇 在这个皇后的床上 他就马上就会做这样子的推理 那我们看故事的人都会觉得说 你如果要害死国王 你怎么把蛇放在自己的床上 那你自己不会死 我们知道这其实很多的 很多的诬陷当中 其实都是有漏洞的 可是为什么被禁残言的那个人 他就相信了他要看到的东西 因为他本身他内在 他已经受影响 对不对 他已经受影响了 他已经被这个妾 说服了说这个皇后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也有了怀疑 当我们心中有了怀疑的时候 我们就会往那个犯罪的那边去想 这样子 懂吗 就是因为有一个人 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说 我觉得 我觉得你老公有问题 他可能在外面有小三 一直讲 一直讲 你本来觉得他没有问题 你觉得他是木讷 他应付我一个女人已经够了 他怎么可能 可是 久而久之 你开始觉得相信的时候 你就开始就会去收集他有罪的证据 这样的吗 这是我们人的很正常的一个想法 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要很小心 那你说老师那要怎么小心 那要怎么小心 那我们就是要实时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看到的不是全貌 我们听到的也不是全貌 没有一个人会把所有的真相讲完 没有一个人 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到事情的全貌 他只有看到一部分 他只有看到一部分 那我们去听他讲话的时候 我们也选择我们要听到的那一个部分 那我要做什么样的判断之前 我必须要给我自己留二分之一的空白 是不会是这样的 这样子懂吗 这样我就不会一下子被自己扳倒 我再讲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 就是当我们在讲诈骗的事情的时候 从开始有诈骗集团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的社交圈里面 就是在吃饭的场合里面 就是每一次讲到被诈骗的时候 大家就会不自觉的去踏伐那个被诈骗的人 这样听懂我意思吗 就是怎么会被骗啊 因为是贪心啊 或者是 那那样说怎么可能会相信嘛 有没有就是我们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会做这样子的结论 大家就是我们 我们在听佛教故事的时候 我想带领大家是 我们不断的往前走 往后走 往前 为什么我会去忙不跌 不是说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受害者 我只是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会下一个这样的结论 为什么 因为我在保护我自己 我要告诉我自己说 第一个我不贪心的人 第二个我好聪明啊 所以我不会被骗 他被骗是因为他太笨了 他被骗是因为 我们常会讲说 他就是太少出来跟人家交往了 他就避宿嘛 我们都会给这个人 下了一个判决 然后你都没有感觉 你心里很残忍 他是受害者 你还要去羞辱他 你说老师没有 我们只是背后说 没有当年说 好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就会注下 注下一个恶因在里面 为什么 当你接到诈骗电话的时候 你看那个电视新闻上 不是常会有那个影片吗 那个银行的行员跟你讲说 这500万你不能会 那是诈骗集团 他都会告诉你说绝对不是 绝对不可能是 我不可能被骗 他是真的 他是真的伊拉克的将军 他爱我 他要娶我 懂吗 就是因为你之前 做了这样子的一个 肯定的一个说 太笨的人 或怎么样 怎么样 而你没有给任何一个人 第二个可能性 在解释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可能会掉进去 那个 对不对 所以我们慈悲很重要 慈悲不是对别人好而已 对我们自己很重要 因为我们 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是像我刚刚特别要强调的 佛陀听到这两件悲伤的事 他也不赞成 他也不赞成国王 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处罚 他这个妾以及他们的所有的亲人 请注意 可是他听到的故事的时候 他觉得 当然 他也无能为力 他也无能为力 在这里他并没有去讲 应该要怎么做 他只是对这件事情 做了一个诠释 说你看 你看这个精进的这个皇后 他到最后被烧死的前一刻 他们都还在一个安定的状况下 也就是说 他们是勇敢的面对 死亡的来临 这是 这是 这是这个故事要强调的 然后他不觉得 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 并没有 并没有说 大快人心 这个恶有恶报 没有这样子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国王在惩罚这个坏人的时候 他也用了很奇怪的方法 对不对 他也用了奇怪的方法 好 所以我们大概今天 我们就讲了这个 比较长一点的故事 一方面呢 我也利用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来跟大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叫故事 那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怎么去区分故事 还真实呢 其实没有 没有所谓的故事 还是真实 其实我们也是活在一个一个一个故事的累积当中 那我们怎么看待我们自己的故事 我们又怎么样看待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人 他的故事呢 好 那如果我们读故事的经验越来越多 那么我们就有能力去阅读自己的故事或别人的故事呢 而产出像皇后那样子的一个产定的状态 一个非常轻盈而了解很多事情 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在佛经里面讲的所谓的他眼通 他心通 宿命通等等的 好 所以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故事 看起来好像很八点档的故事 好 那看我们用什么样的 我们用什么样的眼睛去看他 我们用什么样的心去迎接这样子的故事 好 不要忘记今天的最后这个故事是两个悲伤的故事 好 好 谢谢大家聆听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OK 邀请大家一起来回向 大家双手合掌 愿向上回向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障惜消除 实事成行菩萨道 愿以近日大众共学功德 回向法界一切众生 解脱三界骨 吸发菩提心 愿深深适适听闻佛法 早日成佛 向上一问讯 向祖师大德们一问讯 大家相互问讯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晚安 有个快乐的周末 一切平安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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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